今天和大家講述一宗的法庭案件 從中可以看得出我們的司法制度仍然是健全的 大家暫時不用擔心 這宗案件發生在去年7月1日 有一位19歲兼職倉務員李兆聰 被指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近密地神街 伸手去搶犯 阻礙警員拘捕一名和他一起出街的姓劉女子 因而被控阻差辦公 這宗案件日前在沙田裁判法院審結 最終裁定表證不成立 被告是無罪釋放的 在審訊過程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當日控方在休庭前突然向法庭 申請懲交兩段有關羅素街和波斯庫街 非法集結的新聞片段 說要等法庭藉著這些新聞片段 可以理解一下案發的背景是怎樣 當時辯方反駁 說片段中的非法集結和現在審的這宗案 根本沒有關聯 同時跟那個第一證人的旅警 25799陳曉林的證供是不相符的 所以就反對程唐 裁判官最終都是批准了程唐的 不過就講到明了 不認為與旅警的拘捕是否合理 是有必然的關聯性的 控方完成舉證之後 接下來就到了中段陳詞的階段 辯方指出 現場兩段片段根本就沒有拍到 旅警陳曉林作公所說的 有三個人以上的聚集和叫囂 還有 片段也有顯示群眾是從來都沒有使用武力暴力 也都沒有任何頑強抵抗的行動 但是警方竟然在這個情況之下 發射海綿彈和胡椒球槍 是使用了不相稱的武力 那些人全部在逃跑也是正常不過的事 所以根本就講不上什麼擾亂秩序 辯方又說 這位雷警陳曉林只是看到什麼呢 只是看到和被告同行姓劉的這位女子 轉身逃跑 跌低 起床再逃跑 只是這麼多 就懷疑她和其他在場人士有共同的目的 甚至只是因為她未能夠提供到合理的原因 出現在那個地方 就作出了拘捕 是講不過去的 還有 這位女子姓劉的這位小姐 也都沒有被搜出有任何可疑的物品 就證明警方的拘捕是非法的拘捕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換言之 這位女警 姓陳的女警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是正當地執行職務 所以辯方就提出 法庭應該是裁庭 表證不成立 No case to answer 簡直是不需要答辯的 控方有她的回應 控方回應就說 關鍵不在於拘捕究竟是合法還是非法 而是女警陳曉林在捷庭這位劉小姐的時候 是不是有合理的懷疑 還強調女警當時是奉命訴當 所以是屬於正當的執行職務 在這個時候 裁判官就打斷了她的說話 她就說 法庭就說 法官就說 你成立八時代廣場的人在這裏跑 但那裏不是一個enclosed area 即是封閉的地方 法官又質疑 這位劉小姐和被告所身處的位置 何內有第一證人 即是女警陳曉林 所說的非法集結 裁判官繼續指出 她說她重複看涉事的片段 多遲 但仍然都認為 客官的證據根本就不支持 女警的證供 她又關注到 片段裏面有沒有顯示到 羅素街和波斯庫街 是不是有非法集結 就算有的話 又怎樣串連到 和這件案 在時代廣場的這件案 有關質疑 廣場裏面有很多人在逃跑 為甚麼女警 只是去抓這位姓劉的女孩 不抓其他人 恐慌就表示 恐慌說她不抓其他人 不代表她不想抓 又強調警長58171王子成 當時發射的海綿彈 是因為有示威者 投擲水樽 是不屬於非法開槍的 裁判官立刻在這個位置 大發雷霆 就說 很嚴苛地說 你有沒有看過片段 你情上很多片段 法庭有職責幫你看完 但我看完就更加不明白 究竟哪裡有扔水樽 你問完Charge Advising Council 即是律政司就告告告告告 落了Charge就一定要告 告到天腳底都要告 這就是我看到的事情 法官又指出 TVB的片段 看著警察浩浩蕩蕩地走進去 那些人就跑了 難道這樣就可以開槍了嗎 接著就宣佈休庭了 說到這裏 讓控方整理一下他的層次內容 給他們一點時間 再次開庭的時候 控方就重申 警方到場之後 不代表非法集結已經完結 因為那些人在動 所以不能夠把廣場內外的人 完全分割開 又說片段裏面是沒有捕捉到 扔瓶那一幕 不等於沒有發生 所以他們開槍並不是非法 如果這個說法都能夠被接納的話 那真的警方說什麼都可以 在這一刻 控方的陳詞被裁判官打斷了 要求控方交代 劉小姐參與非法集結的位置 究竟在哪裏 控方就轉頭 想問一下案件的主管 裁判官就說 你是代表控方的 為何經常都要轉頭 轉面 要看著案件的主管 其實你根本就答不到我這條問題 又說 中段陳詞階段 這麼簡單的問題 你都答不到 控方就表示 雖然那些人是會動 但是那位劉小姐 起碼曾經都在 墨地神街附近的商鋪和花槽逗留過 裁判官聽到這裏 又再次很嚴苛地說 那是不是隨便在街上 抓人都說他是非法集結都行 不是這樣的 還強調 警隊條例是不容許這些事情發生的 結果聽完雙方的陳詞之後 法庭最終裁定表證不成立 被告是無罪釋放的 這宗案似乎顯示了律政司和警方 都出現了一些問題 希望這些問題都是個別個案的問題 不是普遍情況 如果不是的話 情況真是很不理想 大家可以想想 就算最終被告是獲無罪釋放也好 整個過程就會為清白的市民 帶來了無緣無故的 心理和財政的壓力有多大 這宗案的案件編號是STCC 213-2021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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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公開 好可憐 我還不公開 我回家 我回家 我要點家 你會不使用 誰都不孔子 你會做 你會不親自未來 你會做 我會做 我會做 你會做 你會做 我會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